暗夜中一對老夫妻坐在船上孤零零的 他們不是要液掉小管 而是在等救護車來載他們就醫 這對老夫妻因為太害怕染疫 竟然從台南跑到澎湖望安居住 沒想到老婦人還是不幸中招 經過醫師診斷評估建議搭船 老夫妻就搭乘彭新號 從望安接到馬公治療 但確診者和陪同家屬都穿著防護衣 唯獨一旁的船員沒有防護衣 只有佩戴口罩暴露在染疫風險之下 非常誇張 船員也疑問三不知 奇怪的是彭新號在後送演練時裝備齊全 現在卻沒有防護衣 要求相關執行的人員務必將防護裝備 就是把它穿戴妥當 彭新號是專責後送確診者的船 但船上竟然完全沒有防疫配備 對比同樣負責後送的直升機 機上不只有防護衣還有高壓養艙 防疫配備齊全真的差很大 彭新號負責後送任務 但船上防疫措施不足 相關單位應該徹底檢討改進 才能在護送確診者的同時 保護染疫者及船員安全 記者顏育龍王毅德 澎湖報導